内间台南的牛肉汤名店 因为汤头醇厚 肉质鲜嫩 强调不加人工的调味料 就开在棒球场附近 老板本身也爱看棒球 这次世界棒球12强比赛 台湾夺冠 老板却逆风发文 有网友在粉专上 po出老板的限动截图 老板说一直强调 日本全职业队是怎样 二军也是职业队 何况台湾派的是一军 另一篇还提到 为了赢 换掉表定的先发投手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接连发言引发网友不以为然 彼此都值得肯定这样子 他这样讲就是实在不是很好 想法都不太一样 他想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这间牛肉名店星期二公休 不过老板知道言论 引起了网友不满 还有人提醒棒球迷不要踩雷 老板出面受访 表示这都是他的个人看法 我又不是公众人物 言论自由啊 这样而已啊 我有发表我个人的意见而已 我们台湾讲到世界第一名 因为没开店 老板不知道逆风的言论 是否真的影响到生意 现在为了不让影响扩大 暂时先把个人的账号关闭 只希望大家能够理性 看待不同想法 三立轩网上有何阵风 台南报道